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即使公量 我是林梓彤 这个环节邀请来Rafi 跟我们聊聊天的Rafi, 你好 你好 先提醒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可以打来204-6566 问下我们专家的意见 又或者可以把问题电邮到ASKBest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915714200 Facebook上亦是做直播 麻烦大家帮我们like和share影片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影片之外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都会尽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一看 最新的走势 暂时跌324.28843点 国企指数跌168.11363点 大肆成交 暂时来说443亿多 先和Rafi说一下 看到市今天 开了市个多钟之后 跌势转急了很多 之前有一天升了很急 升四百多点上来 今天又跌得很急 即是 未来是否真的 都是这个格局 还是走势都是一样的 我相信短期来说 可能都是这样的格局 可能反复复 上上落落 不奇怪 你反过来看 今天当然无端的 好像单日看跌得急 当然有首的因素 可能是A股那边拖累一下 而也看到 始终个别的大股 仍然是比较偏黏 都拖累到今天跌幅 但刚才你也说到一点很重要 就是前几天 又是无端的升上来 即是那一刻又是没什么特别原因 即是你见到 那一刻没原因升了 那一刻就下回来 有这些位置 其实都回到那一天上来 那一刻那些位置 开始那些位置附近 即是有点均匀 即是有点均匀 也未至于跌凸了 所以我觉得又不至于 再特别差 但是始终之前也说过 就是 预测这个势是反复的 即是一来你 连尾都没什么炒 那一句 大家慢慢开始 可能和一下你 离一下牆 只是这件事 你意味着向上的动力 的确都会少一点 其实你前两天升上来 都觉得怪怪的 更加放异一下 这一刻刚才提到A股又一样 再加上始终 你见到昨晚 美国那边 其实见到的税改 当然最终我相信会过关 但始终现在又好像 隔不久的声音又有些变数 可能会拖一拖 形成的市场又反复一点 所以我觉得短线来计 应该都是这样 上上落落格局 但是下面来说 我觉得真的 比较大的位置 之前的低位 258,100 而这些位置能够站得住 我觉得又不是太差 但是当然上面来说 之前也说过 要上去 可能再破顶 机会性又不高 但是可能补补你厚 29,500 我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可能这些千多点上落 刚才我们在外面 同事都说 现在有个市场 是不是应该买牛红症 他勇敢 我自己就不太敢 甚至乎 我昨天 选择或者 都叫大家 反而是 做一些 是小小叫做 看下的部署 是 昨天也有点建议 但当然落外 我觉得不太多 只不过 向上来说 暂时又不算太直播 正如刚才说到 就是动力 即是你没什么 即使你这下 可能跌了三百多 是多的 可能胆了一点 不出奇 但極其量分两万九 又会差不多 你看一下 是否真的 你连这八多点 这么贴 都要想捕捉 这个就很见仁见智 变成 如果百多点 那么少 说真的 我就未必会想吃 所以如果以法这样计 就不算很有所谓的讯号 去做任何的好仓部署 所以 暂时我觉得 反大的空间 不是那么大 今天 大家都好像 开始有些手痕 除了想 部署有个市 之外 同事都说 尼封 尼封 因为卖东 特别识 还有派特别识的憧憬 今早早 竞价时段 其实升幅都不是太多 升大百分之三 去那个市场就会冲的 不见不到 排不到 说来说去都是同事 现在尼封 之前 又很巧 最近大胆有 转态 是的 又看回好去 说看到四个四 但是见到今天 可能市况不走 就算有一个好消息 都未必说升得太多 上去 尼封有值不值得 一般 其实你说 算不算是好消息 很见仁见智 看哪个方向 你看派息那边 当然好 特别是 慷慨度很高 就算升得上去 或者未升上去 也好 都起码10厘留就值 是一个很吸引的水平 但是你说 其他因素上 其实算不算一个很吸引 或者很大直播空间的交易 我觉得很惊人见智 因为 这次的交易 就算最快 可能真的没有问题 上去过渡到 都下年上半年才完成 变相上半年完成 之后 其实公司的公固都有说 是 之后那两个六月 才会派得特别适 你只是计算 可能还有半年时间 才能派得出来 就是这样看 都有一些时间性的因素 就是不用这么急 现在追 所以变相第一点 可能今天升的幅度不能多 是 而二来的 其实你说 这次卖这些东西 作价 当然好似是高 过原本李峰的估值 好像是偏不错 以李峰的角度来看 但是 之后要看它有什么部署 因为你拿一块钱回来 你五亿多 当然拍得特别适合 剩下这五亿多 就补充自己资本 做其他东西 但是 就要看它是 怎样去做 你可能只会加强一旧有业务 例如 供应链 或者物流业务 会怎样壮大 还是有新的搞 你要留意 甚至乎 大家觉得李峰市员对它的看法 总是有点戒心 因为经过了 对上两次的所谓三年计划 都达不到标 现在都有新的三年 是新三年 所以就要先看看 现在刚才走 你说行不行 是很未知的 虽然这次走下来 似乎初步来看执行力度是强一点 你愿意带到伯父母去卖东西 好像是有强硬一点 做法 但是总是行不行 就要再看 我觉得变相 似乎厚施了很多要看的地方 所以为什麽 今天来说 不算太充得起 反过来看 也正常 你预了升 是预算的 但是升多是一个疑问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算 其实追不追 我觉得就不用那么心急 反而才提到 一来起碼还有半年 才可能排涉 而二来 你说新三年计划行不行 可能最快看得到 例如下年三月份 公布今年的业绩 所以说到时有空间去买 我们看到三月份出了第一份业绩 如果看到慢慢改善 起碼买下去 觉得新三年计划行不行 安乐一点 然后再配合特别息 可能那天炒座的空间会大一点 所以不用心急现在买 如果今早就冲进去 好像同事那样 某位同事 是四月份出了 四月份出了 四月份出了 是否要先持住 可以持住 始终四月份出了 雖然现在升幅收窄 但却未至于捱得太多 甚至乎始终 仍然有些冲景可以买一下 所以你说行不行 真的要再看 不断说这句 但是短期来说 即使再升不起 下来也好 例如四元这大位 四元这位不穿 其实也不算太大问题 穿先走都是一成左右 我觉得也有数得计 可以是持住 好了 除了利峰之外 今天也要留意一下股份 就是融创 股价比较波动一点 因为以一个先救后生的方式 去做一个配股 配股价和之前那天的收市价 有成差不多一成二的折弱 今天在外面 经常说公司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些conversation 放出来 大家都说融创炒得这么高 才来做配股 好像很坏 是不是很正常呢 正常的商务缺定 正常的坏 说真的也是一般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一来当然你在今年的高位附近 当然未算最高 他都反过来 可能有些良心 未40几元帮你配 30几元才配 也未算太高 但是做法 因为其实以融创 如果大家有跟开的 其实他7月份配过一次 变相你半年里配两次 其实是有些太密 当然你说配那个动作 或者要一些钱的用途 其实大家有些叫做预期之内 因为你说7月那次配 可能大家就 他说拿来还债 正常的 就是要内放的一向都是这样用 但是到7月份之后来计 其实大家如果以消息面上 都知道债融创 其实都有帮下落舍网那边 就是借钱给他 帮他还债 那变相到这一刻 就是因为落舍网那些钱 你借了出去 又收不回了 就是有些撇障的意味 所以变相今次配股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块钱 是有点用来填这块因素 但是只不过是个时间性 就是你选择这一配 是太密的 但是配的动作其实是预期了 所以好看你怎样看 但是今天来说 的确下跌下来就无可厚非了 就是配股 甚至你也说到资源一成二 但是以这一刻 其实31.860 31.9 又未跌穿配股价 那算挺帅的 但是帅帅帅帅 不是叫大家考虑 对 因为其实对方说 其实对方说 当时七月份的那一倍 大家都知道跌完之后 就抽上去 甚至乎是升得很急 就是有点跌不下的意味 但是那一刻你无法 那一刻就整个内房 处于一个升的格局 就是大家还是很buy这个办法 但是这一刻不同的日子 你看到这几个月 其实内房走势比较反复 而过几个月前 又开始加强调控 或者近期经常说 比如中经本 会不会再出一招 可能房产税那些东西 所以其實現在的看法明顯是不同了 所以我相信這次來講 雖然這刻還沒有跌穿佩優價 但是現在跌穿佩優價的空間不太多 反而我怕接下來政策面上再加強一點 可能令整個板塊落之餘 令融創會再穿佩優價其實不奇怪 如果這次再穿31元邊這些位置 我覺得震動空間都大 我反而覺得可能下面的網絡 例如28元這些位置都有機會 所以小心點遺想 但是北水不是挺喜歡這隻股份嗎 喜歡還喜歡 但是現在都真的 現在拿得多不多呢 北水 近期少了很多 近期 北水旁邊都是減了公行 減了一些大隻或者穩陣的股份 但是你說這些股份 始終北水不是蠢 或者經過了這年多兩年互聯混通之下 其實是越來越聰明 他們選的股份不是真的盲目地去追 你說融創 一來這刻有些配股因素 就算這一刻配完股也好 年內的升幅也有幾倍 你說他們會不會想在跪了幾倍之下去追 我覺得又未必 所以暫時不太好 今年融創升了很多上去 可能之前很多投資者 在我趁我升浪的時候就入了貨 但是去到高位又覺得他沒有走到 可能稍為一個調整者 到現在又配多次股之下去到一百天線 現在這些投資者如果還有利潤的話 是不是應該先吃了一壺呢 如果還有利潤可以看浪費一元邊這個位 一來配股價位 二來就拉過去看到是金之前大概在12月初 又或者是9月份兩次低位附近 幾個位都剛剛好這些位附近 浪費一元邊 反而我覺得如果還有利潤的 不妨看這幾個油紙 看看浪費一元收不收穩 收得穩的起碼彈高一點才走 但如果收不穩的到時就先紙紮離場 今天除了這兩隻股份 我自己比較想問是匯控 因為自己的Portfolio沒有這隻股份 看到他今早跌到 下了一點 但好像之前有些看得挺樂觀的 可能可以上趴紅底的樣子 所以又有些心慾慾 有些太樂觀了 昨天英倫銀行和歐洲銀行 都有一個意識結果出來 也有一個聲明出來 匯控今早的同事說買不過 我也覺得一般的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前一陣子 沒錯 叫大家看好一點 也有說過 如果那一刻再靠市場推些 可能會出壓力 甚至乎那一刻就經歷了 尤其餘惠意識 變相你看到幾件事加起來 的確都上了去 但也說到80元這個位置 其實未必那麼容易衝破得到 因為一來就 80樓上是多蟹貨 不是那麼容易破得到 而以來其實 趕正的二番匯控 由之前可能76元邊開始起步 其實以他來說 升了4元也算很多 雖然不是那麼容易再破 再加上剛才你說的 例如昨晚歐英行 英銀行也認識 雖然動作是沒有的 兩邊預算都是暗面不動的 但是大家看就看他們的聲明 或者對未來經濟的增長 或者通脹的預期怎麼看 其實以他們的看法 通脹都看得是很審慎 調低的意味都很明顯 如果以他這樣看 意味著未來 可能英國也好 或者是歐英行也好 其實再加息 或者是那個 未必會這麼想像中 這麼快 如果以他這樣看 其實對匯控未必太有利 如果以他這樣說 這些位置也不算太吸引 但是當然其實匯控 本身有一定會收息因素 即是五里幾 如果再加多一點 我覺得反而可以考慮 但是這些位置就未至於是 我覺得如果接下來 有機會試試 約77.5這些位置 我覺得才補償會好一點 才買第一柱 77.5 才可以慢慢買 這些位置就暫時觀望一下 好 開始打一回答問題了 有一位家庭觀眾發Email來問 他都很仔細 他就說他7月的時候 74.8就買了1萬股的匯控 他就想問短線或中場線渣 上網和止蝕介入應該怎樣定 匯控不用止蝕 不用止蝕 暫時都在賺錢 是啊 有錢賺 還有他7月份買 其實說真的 他雖然說之後問到可能短期 中期怎樣看 如果你7月份買 其實短線應該之前80元 都可能考慮走 沒有獲得你 應該都不急著 是 如果不急著 其實不妨繼續持續 因為一方面 始終國家 我覺得大點空間 又不多 二來都不斷講一段排息的因素 三年其實你見到業務上去看 其實是改善中的 慢慢見到他正在上來 以前景來說 又不是算太差 不妨繼續中線部署 如果上80元 應不應該先離開 你也說到剛才說 英倫銀行 或者歐洲銀行那邊的利息 不會加那麼快 當然 其實到時候好看 你自己怎樣考慮 如果你覺得 可能5元 6元的利润OK 你可能走一轉才可以 但如果你都不太心急 想落袋 而又可以想收下息 其實不妨再擺一擺 因為其實中線來說 雖然我80元這個位 短期難破 但中線來計 應該慢慢都可以再上網高些 當然雄底我自己還未這麼樂觀 但我覺得 望上至少85元這些位 應該都有機會到 85元 好 另外除了匯控之外 還有評寶 軍價就是72.5毫 都是問過上網 和指洩是怎樣定 蘋果多 不用自私 暫時一樣打著它 因為一來還有錢在賺 而這一層評寶抗議算是強的 雖然沒有怎樣再升 但同期譬如騰訊又反覆覆 譬如同業的可能國壽更加差 但它相對都很硬 還在77、78這些位置 浪住了 似乎下跌的力度 空間又不是那麼多 我覺得不太擔心 再加上始終經常都說就是業務 你看到它除了本身業務之外 你看到它這一刻 其實都不是看它的本業 看它分拆的因素 沒錯 變相我覺得整個中線的看法 都沒有太大改變 其實只不過現在不是說先炒 形成國家可能反覆一點 但不是太差 所以不妨繼續保持它 至少中線來說 我覺得你先看之前的頂八七元 如果破到的 其實甚至乎之前都說 一百元做中線目標 加不加住呢 如果你事物上去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什麼位價 但當然要等一等 因為始終你都72個多月 其實跟現在來說 又不是差太遠 你不要那麼心急 我覺得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再少少月站一會 近你舊的價位附近 可能73、74元 我覺得你可以再稍為加一加住 好啊 又聽一下交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先生在 林先生早安 早安 早安 想問哪隻股份 一隻 一隻 一三三 那些哈爾賓電器 每年都不賣 等什麼事 你有沒有貨 你有沒有貨 有貨 幾千買 這哈爾賓電器 你買過什麼錢 我都不記得幾千買 很久了 是 好啊 見到他的圖 都幾難說 是 差一點 和恆子是完全相反的一個走勢 是 是 這隻怎麼辦 其實不要說龍恆子 和其他板塊 和其他股份 都差勁 不要說是否試頂 但起碼都不至於不斷試底 他不斷向下 意味著真的比較差 我覺得最主要因素來講 一來相關電力股 或者設備類股份 其實今年不算太當炒 因為這樣當旺 形成就不斷被側低 我覺得暫時就難見到一個轉勢住 因為以本身的勢頭來看 你看到他試底之餘 都仍然在十天線樓下走 都未回到十天線樓上 所以很難確立是否真的叫跌夠 除非他可能短線來說 能夠站在十天線三個一樓上 如果慢慢站定這些位置 我覺得起碼彈回上去 五馬天線 大概約三個四個半 三個半這些位置 先減一減榜比較好些 我覺得暫時就叫做 有機會彈回減榜 可以做的暫時不太多 好 林先生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 有 2380是中國電力的股聯股之後 未來秋帳是怎樣的 有貨呢 2380是有貨的 是 多少錢有 三個多 三個多 是不是三個多 好 又問一問Rafi 中國電力 又是人家的 那個勢有點遲 偏弱一點 甚至乎他日前想嘗試十天線樓上 但結果都站不穩 變相這下都是由十天線樓下再走 我覺得暫時來計都是一樣的部署 就是馮高美考慮減一減 有機會可能上 站得穩十天線樓上的 可以順勢叫達文上 兩個二左右 我覺得真的減一減 前兩天內地有些官員說 一帶一路的電力需求很厲害的 關不關事 這些股份 暫時對中國電力就未算太關事 因為其實業務比較多 真是內地為主 變相一帶一路都好 其實對他們來說未必太有大的受惠性 好啊 又聽了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劉小姐也是在電話旁邊的 劉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現階段 可不可以買九龍紙 九紙 還有短期的 謝謝 短線想炒一隻九紙 因為見到他都下了很多 如果炒一個反彈 有沒有可能呢 如果你說暫時來的 我覺得就一般的 一來市場就很難估 而以來其實子業股或者九紙 相對在這個季度 即是第四季回來 是比較差的 甚至乎那個勢頭比較波動一些 所以是難捉的 如果這一刻才上車 我自己都不敢說 是否真的可以有個星時候 甚至乎你見到近期 雖然見到國幣費支價格上升一些 曾經都炒過兩天 但是似乎那個帶動性不夠 去到這一刻又沒有什麼力 再加上近日人民幣那邊又反覆覆 對於子業股也不算太有利 而且以走勢來說 其實你見到他今天再下一點 都又再穿10天、20天線 似乎都是挺守住於短期平均線 如果一天來說 13元這些位置都不太穩 我反而覺得還要試低一點 可能試到12元那邊 所以暫時我覺得未有貨 就繼續觀購一下 起碼到12元左右 可能見到氣氛比較穩定 才慢慢考慮一下都不遲 多謝劉小姐和林先生的電話 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又回答一下Facebook上的一些問題 Youtube方面有位朋友NEO NEO問2018 軍價145元買 我部署策略現在應該怎樣做 還有見到信羽的勢那麼差 誰升又怎樣算 暫時可以先拿著 好幸好軍價145元 現在都在捱5元左右 不是說太多 當然沒錯 近期這兩隻孖寶是差的 特別受到信羽之前出了數據 或者同業台灣上的大立光電 出的數據一般 一齊都折下來 但始終由高級計劃的幅度 其實都不少 再加上始終基本面 其實我覺得這兩隻是好的 因為技術比較高 我自己又覺得差不多 不是說特別擔心 所以反而你看多一點 大概是130這些位置 我覺得如果以130這個位置 真的手得穩 問題不大 如果穿130 可能你才會止虧 因為到時穿130 你也是虧十多元 原上剛剛一成 我覺得如果這些位置定分 會比較好些 好啊 多謝NEO的問題 另外Kiev都有問題 但我們再聽多一個電話 電話旁邊朱小姐 朱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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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 我想問一下 好啊 我想問一下 1199 我拔一個6日 是 我想很久了 我想問一下 怎樣 拿著它 怎樣處理它 是 還有沒有其他股份 還有1919 那時候是 10元來2元買的 現在又是 又是同學拿了這麼多 全部行運相關股 是 好啊 兩隻 如果是賣的 就有8位 好啊 好啊 不要緊 兩隻都眼夠 RAMI 怎算 199相對好些 捱得少些 但是 10個2 差成 1919就很多 對 兩隻來計 1919就很難 先回去 是 變相那隻 暫時 我覺得 繼續保持著它 因為 反過來說 航運股 近期的勢子都會慢慢的 但是我相信 未來有機會做得更好 因為特別以浪地的貿易數據上看 第三季的確 普遍來說 那個案件的增速 是較頭半年是慢一點 所以為什麼他們過去這一季做得比較差 其實是正常的 但是去到近月 例如10月11月出的數據 其實又再回升 所以其實對上一些航運股 有機會短期可能做好一點 但是做得好也好 都不太容易回到馬價 因為真的太高 沒有可能升三倍 是的 所以就 唯有逢高考慮 真的減一減 即使你不走完 可能真的減一半 我會覺得 特別 例如199先 就是中央海運港口 如果有機會 這一層可能膽 上挨近8.8 這些位置 就減一減 我覺得就會好一點 但是1919就棘手一點 因為真的相差很遠 可不可以交貨 然後希望它可以駁上高一點 我覺得1919如果你真的有駐馬許可 可以買一點 但是就未算叫做交貨 因為其實你可能反而是1919買一些 可能做一些短線的部署 就是小小賺一點 下著袋子 先 儘量減低大駐高位的 那個損失 所以我覺得1919可以這樣考慮 但是你就要看一看 短線小駐可能大3.98 可能考慮入不入市 那你駁它破了4元之後 以回可能4.5元 又差不多 即是你到4.5元 你新的駐可能要食壺下車先 那麼賺得幾多元 儘量將舊駐高位的虧損減少一點 嗯 不過大家買了股份之後 一看到有什麼意欲 就應該打上來問問我們報酬 不要不理 真的很多 多謝這位朋友的電話 開始回答KEEP的問題 KEEP想問長飛光籤 你也推介過這隻股份 他說落到35元 可不可以短炒呢 你只是今天跌了3% 其實可以開始考慮了 35元我也是挺吸引的 因為這隻當然是 過去這幾兩星期推介過 無論自己台也好 外面也好也有說過 當然看好主因 一來就是5G 其實當然5G 可能前一陣股價 這麼大升浪都反映了一部份 這個是真的 但是最主要另一邊相看好 就是國安新聞的需求 就是我們很大的供需缺口 意味著接下來 特別是夏年的價錢 應該還在升上 對它的業務也有個帶動 因為它本身最主要客人 都是三大電訊商 不是太仇慕 沒有生意 我覺得 甚至乎它也加了一些產能 整體來說前景也不錯 只不過是略嫌近期 即是升得急 股值也比較貴 所以你看到開始這一陣反覆一點 但是到35元邊 或35元以下 算是不錯的 我覺得你35元以下賣 你中線一點 可能先抹分40元 然後破到的 先抹分之前高位42.2元 我覺得比較好 有5元玩 其實是不錯的 我覺得變相這隻來說 都算有一定直播空間 甚至乎 只要下面 如果真的35元有的 其實你下面要穿32元 那你才走 就是30元 短期來說 可以這樣做一個短線上落 嗯 好了 阿Keef 如果繼續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繼續問一下我們 另外呢 都想問一下Rafi 一些本地地產股 因為呢 今早我看一個專欄 他就說 恆地可以撐一下 為什麼呢 他就說 因為之前 恆地的股價跌 是因為煤氣改制 所以要沽緊貨 但是因為 一向四叔都會慢慢 買貨 反而近期是減遲 是的 所以會不會是一個機會呢 當然 其實之前那股跌 現在看回媽媽 因為四叔減遲 股價下一點點 但是你說這些位置 能不能接過呢 當然你不排除 短線可能會做好一點 因為始終跌的幅度 我覺得都調整得差不多 甚至乎整個方法去講 其實更多是提到的 就是美國意識 雖然加額識 但是你見到會後的聲明 甚至對夏年加息的預期 其實是偏夾一點的 對地產股好像有些利 所以兩個因素加起來 好像有些反彈 或者是上升 但是你留意一點 即使你博也好 你很難要求 或者地產股升太多 因為本地地產股 預算是慢升 或者反復 少少升為主 所以其實你要看回 你真的是不是連少少升幅 都想捕捉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追蹤一下 但是板塊是輪動 現在炒回 沒錯 輪動是有少少留在地產股 昨天開始都見到 譬如本地也好 浪房也好 但是我自己都 昨天都講過 就是輪對還輪頓 但是你說對市的動力 每個板塊都各有不同 即是你可能流下去的科技股 流下去的保險股 可能對市的帶動會大很多 但是流下去的地產股 其實預料對市的帶動 不是很明顯 所以其實他們的升幅 我覺得又不是特別顯著 即是可能比較很少的一個 溫和的上升 所以其實你說買下去 我覺得是很50-50 即是變相你可以考慮 但是你又不要說 希望買下去之後 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那下一個可以推升市的板塊是甚麼呢 如果給你推了 即是要買東西 可以買些甚麼呢 其實我反而覺得有機會 繼續都是一些內銀 可能都會有機會再留一留 那些內銀 因為其實一來就 經常都講 近期北水都開始追 即是再追的功效 以回北水就挺厲害的 即是剛才一開始節目都講 他們今年很多時候追完之後 反而那些股販 市才升 即是他們早著先機進去 所以他們入市那一刻 有一定的指標性 如果他們之前這樣追發 意味著其實後市 可能他們對內銀股的看法都不差 更何況以昨天來計 除了美國加息 其實內地那邊都有適合調升 例如MRF又升了利率 夜背又升了利率 這些因素其實都對內銀 是偏正面 更何況經常都講 下年回來都會有一定的降準 這個都會挺理好 我覺得如果以這因素上講 甚至乎內銀股 一向都給大家的感覺 比較穩健 我覺得現階段來計 內銀股 會有機會做過 即是所謂接力的對象 但1398今天又回一些 跟不跟大媽買呢 我覺得如果買可以 但要再打一會先 始終今天才第一天回回一些 甚至過去這幾天真的升得急 我看有沒有機會 再試一下 例如挨近6.05元這些位置 即是10天線附近 我覺得才買下去 會比較合適 嗯 好啊 都答了很多問題 麻煩你Rafi這麼長手分析 Rafi有沒有持有 上述提及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 好啊 麻煩你Rafi 多謝了 那麼多家庭觀眾的提問 有問題 可以繼續發電郵 WhatsApp來給我們 這一節先聊到這裡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 再見